看什麼 這個 手機殼長 這種中 her 這種 table 他們要來測試 他們要來挑戰我們的實驗器 大家知道 我實驗器就是用 非常誇張的方式去測試 所以他這次也不怕 他就直接來挑戰 他就說隨便我們用 然後他真的說隨便我們用 我有先在我的IG限動問說 有沒有刷刷們希望我們怎麼測試手機 有人說什麼 丟牆壁啊 101 不行啦 101不行 欸真的很多人講101耶 其實我覺得從高處往下出來有點無聊 因為他就只是 然後就這樣 就可能沒有激烈的震動啊 撞擊什麼 因為要測試手機殼 你不能就只是讓他一個 這樣子 你要讓他各方面被撞擊 各方面都要被你虐 各種角度撞擊 都要虐他 他才能測試他到底什麼 因為很多人說三樓 那我們就大概從三樓高的樓梯 這樣子讓他下去 他就是綁在球上 然後用夾他的捆著 然後跟著球一起滾下去 喔對 欸你怎麼會想說 然後我們就是讓球的那一面 這樣跟著樓梯 這樣子防滾 等算每一面 幾乎每一面都有撞到 那我覺得我們要再更接一點 反正我們都說要到合體了 對 我們都要出門了嘛 我們不是用家裡樓梯 在外面樓梯 那我們就 綁在籃球上滾下去之後 立刻 拿那個籃球起來打 你說直接拿那顆 綁在手機上的籃球上打嗎 就這樣運球啊 可以可以 然後運球還一人亂七八糟 就是要這樣一系列測試啊 反正都是在合體 因為合體那邊有籃球場 就一次次在那邊用 對 因為我們的實驗系列測試 就是這麼的激烈 好 既然這個廠商他覺得 隨便我們玩 那我們就玩給他開 好可以 好那我們再講的是 我們等一下要做的就是 我們要把 用著新牛盾的手機殼 綁在籃球上面 從樓梯 站在三床高樓梯上 十樓梯 滾下去之後 滾下來 立刻一堆一鬥牛 可以 立刻打籃球 打起來 沒錯 好那我們就直接出去了 好 好我們現在到了戶外了 我們GQ 那我們要測試 新牛盾的手機殼之外呢 因為大家知道 新牛盾的手機殼就是 就很強嘛 厲害啊 非常的防摔啊 然後軍用等級的啊 做過非常多實驗的啊 那個就不用再說了 那除了手機殼之外 我們要介紹它一個新的產品 叫做 撞撞貼 就是 其實就是保護貼 那為什麼要特別介紹它呢 就是你們可以看到這種 就是傳統的 硬的 硬的 今天大家都知道玻璃是硬的嘛 然後這種大概就是 就一盪子它就是脆掉 你不信是不是 我現在就來折 這玻璃的就一定知道一定斷啊 是不是有點厲害啊 對 它出來 它出來 不會是犀牛盾的產品 連原本的玻璃保護貼都很厲害 還是要折啦 不要鬧 信用盾就是中的厲害 信用盾 做不成這樣 就是中的厲害 啊 啊 哇可以可以可以 它直到這樣子才會噴開 它還是 蠻厲害的 那你看另外一個 它鋪的那個新產品叫做 撞撞貼 你看看一下撞撞貼 我們在摸到它的時候 就感受到它的不一樣了 它是軟的 因為剛那個你看 它軟的程度是 這樣一隻手著手就跟它折彎 對它是 欸你怎麼把它折彎了 更彎曲的話 表示它更有那種 緩衝跟防護力 你看你剛剛那個玻璃保護貼 雖然它表現也不錯 可是就是很硬 可是這個你看這樣子 有時候你在摔的時候 其實螢幕直接正面朝下 那其實如果撞到石頭的話 你的螢幕也爆了 所以要用這種 良好的 很好的保護貼 才能好好的保護手機殼 欸欸 火車了 它這個是這樣 我們來試看看喔 欸 欸 欸 很誇張 我們後面的聲殼會有點雜音 因為風比較大一點 對因為我們現在 大家看我頭髮這樣很軟 因為我們現在在 就是河堤旁邊 這裡是風超大的 所以可能會有點風聲 請大家見諒 開始 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真的是 真的可以用的手機 然後它新的盾也裝上去 對 新的盾裝上去 我們這次是裝黑色的殼 好 那我們現在就立刻 用膠帶把它捆到籃球上面 然後從樓梯 這個我們預計應該是 三樓有的啊 三樓左右的樓梯 我們把它滾下來之後 立刻一對一籃球 好不好 好 來 好 那我們先開始捆 好了 好 那我們就直接 耐火囉 到街 來了 不用滾了 用滾了 要讓它確實地滾到 好 開始 哦 喔 噢 哦 哦 啊 飛掉飛掉 飛掉了 趕快你康腳下來 我們拿去旁邊 好 我們去旁邊 它的外表 先看外表好了 外表就是 換個方向 他就是這邊有插傷而已 對有插傷 這個只有插傷而已 然後手機的話 你要拆一看才知道 哇他手機包很緊耶 包覆 包覆力最十足啊 哎唷先看到手機 這是環保無缺啊 對他腳沒有撞到 腳腳都好好的 螢幕的膜也是沒有 然後他的包覆是整個包起來 所以他沒有撞到這個 所以殼都沒事 殼沒想到手機也完全沒事 對 哇你給他看一下 我們真的 這個是真的 都沒有事情 我發現他的手機 屌是屌在說 他的這個是硬的 所以他很耐撞 可以耶 我們成功了耶 我們過了耶 就我們可以耶 還沒有我們要打籃球啦 好好好好 籃球打起來 那我把他再重捆一次 稍微這樣 喔好MAN喔 我知道了 我知道 我們不差別 最誰這邊投進三顆就贏啦 你先 你讓我 有人讓我一球啦 讓他先 來運一下 可以嗎 我還蠻會的 可以嗎 等一下 你這個球你要有這個東西 是要怎麼運啊 可以 開始 開始 怎麼讓我一球 讓你啊 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覺得 我不知道三分太累了 你敢一分 換我了 換我了 他噴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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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跟我說 該結束了 他直接噴出來 現在來看一下 手機有沒有事 好 你來展示一下 我覺得有點累了 會可能沒辦法講話 拉開畫面 完全沒事 撞撞貼字很屌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手機有沒有事 先看一下後面的鏡頭 完全沒事 可是 可是 我們新牛盾 經過剛剛的樓梯跟籃球摧殘 已經有點快承受不住了 我跟你講 一般人是不會 拿手機 這樣子下樓梯跟打籃球的 所以這個新牛盾 我覺得他已經很屌了 手機 完全沒事 所有的 角落 都沒事 鏡頭沒壞 前面重重貼 完全沒事 這都屑屑 欸很屌欸 可是我們要看一下 經過這麼用力的摧殘 反而我們畢竟還是現實世界 它還是 有點 有點 那個 折損了 但是 基本上常人是不會 把自己手機拿去滾樓梯跟打籃球的 它已經非常的強了 好來啊我們來看一下觸控 觸控 我們計算機打開來 1 2 3 加1 2 3 等於 好厲害喔 然後看一下相機 相機也是都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好這是新牛盾的手機可證裝貼測試 我們都非常滿意 算你們厲害新牛盾 通過我們的考驗 因為我們 我們的實驗系列都非常的激烈 新牛盾是真的很厲害 這個本來業界就很有名 大家都知道 新牛盾 就是那個很厲害的 沒有錯 好那這一次呢 就是也很感謝新牛盾的廠商 讓我們可以這樣子實驗 表示他們真的經得起考驗 簡介下面又有我的折扣碼 如果你想買新牛盾的相關產品的話 都可以參考那個折扣碼 好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小鈴鐺按個讚 最好小鈴鐺 掰掰 菩利事件 我們佛心廠商說要送幾組給珊珊們 所以大家記得分享這個影片 然後再留言跟我說 你覺得新牛盾哪裡厲害 就覺得可以抽到 掰掰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不要忘了 還有 小鈴鐺 掰掰